《聯合書院》於1956年成立 由廣喬、光夏、華僑、文化和平靜會計專科學校 五間從廣州或鄰近地區南兒的私立書院合併組成 為中文大學三個創校書院成員之一 孝芬為明德新聞希望通過全人教育和群體生活 提升學生的品德情操 為香港社會、中國以至全人類服務 由我這個UC最強的聯合人 蠢蠢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中大四大書院之一聯合的資料給大家聽 今天很高興 當然不是我說了 我也請了兩位嘉賓來的 第一位是聯合書院學生會主席Bruce 好棒Bruce 你好 大家好 叫Bruce 另外一位是他的秘書雞雞 Hello 雞雞雞 好 介紹完了 不如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書院 雖然我是一個聯合人 但其實我們聯合都不太熟悉 不如你們說一下聯合書院 為什麼叫聯合書院呢 聯合書院就在1956年 就是有 背了 五個書院 是哪五個呢 就是廣喬、光客、華僑文化和平靜 一開始五間書院合併而成 所以就有個名叫聯合書院 之後還有兩間其他的舊書院 就是新夏和同基都組成了中文大學 還有我們的考訓是明德新聞 知不得新聞是為什麼 不知道啊 你說聽聽吧 明德新聞就是 首先明德 明德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一種光明的德性 就是說有成就這個偉大人格的可能性 就是說每個人人本善 那新聞就是 我們不單止要將自身 這種很光明的德性發揮出來 還要推幾乎人去照顧和教育社會 這個就是我們孫子的學分、緣分 嗯嗯 那如果 哇 他剛剛說這麼多資料 他是沒有看過一張紙的 證明他真的很 很聲音這個學生會主席的 幾個職位 真的很厲害啊 謝謝 但是你剛剛就說了 說我們很注重這個全人教育 就是想我們做到明德新聞 在書院活動方面有沒有 就是書院也會不會幫我們的學生 去達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書院也很幫助我們 達到全民教育的 他說我們書院很重視全民發展 是 全民發展 他也有平時提倡運動 我們也有遠掌盃 有時候書院也很大力支持遠掌盃 來提倡各個同學參加這個活動 不單止是社堂裏面的人 不單止是屬生會 屬生社堂的人 他也鼓勵其他普通的人來參與這個活動 比如說一起打籃球 踢足球 還有書院也很重視 還有其他除了學習之外的發展 比如說音樂 今年我們聯合成立了UC Band 就是一個新掌 這些新掌 顧名思義在Band的掌 他也很多場合出現過 接下來我想大家都會聽到 他們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表演 剛剛Bruce說了很多關於博外活動方面的事情 雖然在學業方面也很支持我們學生 去達成全民發展 除了有不同的學習之外 大家也知道UC也有很多學習 還有exchange program 例如我們一個go program 可以讓同學去短期和長期的exchange 另外還有一些通識教育和學習方面 除了有不同的assembly之外 我們還要做FYPN 也看到書院可以著重全民教育 剛剛兩位很短暫地講一講 今天我正想要問的問題 剛剛講了很多 例如很多特別的書院活動 有很多數 有很多exchange program 有很多scholarship 我最想先問一件事 我個人比較奇怪 其實我聽聞作為一個聯合書院的學生 我聽聞聯合書院的經濟方面都不差 特別是在scholarship和exchange方面 都會提供很多這方面的資源給同學 不如兩位跟我們介紹一下 在exchange和scholarship方面 聯合書院為什麼這麼突出呢 因為其實他都應該有很多這方面的東西 講起scholarship 我想這個就是最大的賣點 誰知道 其實我也是一年二的 我聽說很多同學同年的同學 為什麼聯合書院 都因為 他說聽說聯合書院有很多獎學金 他說最出名的就是他第一代大學生 這個真是很厲害 是 是一入大學 如果你家裡 你是第一個入大學 就有2500元 是 基本上 這個獎學金 都會有的 是 因為那個quota也挺多 還有接下來都會增加quota 除了這個第一代大學生 都會有住宿獎學金 還有校外住宿都有獎學金 根據我的資料顯示 原來聯合書院在13至14年 這個學年頒發的獎學金 或者財政之助 是接近1100萬港元 現在獎項是有2700多項 即是說其實差不多 聯合書院大概有三千多個同學 即是差不多多過一半以上的人 都會有機會拿到這個獎學金 嗯 那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賣點 那如果各位同學 你成績很差幾條A入中大的話 其實應該是會有獎學金的 是的 我昨天上聯合書院的網 我都看到開始接受報名 其實獎學金主要是分四個範疇的獎學金 分別是成績好 當然有獎學金 接著就是創業和文化 嗯 接著就是體育運動 還有最後就是社會服務 這四個範疇都會有不同的獎學金 來給大家 真是全人發展 是啊 那如果Exchange那方面呢 Exchange那方面 雞雞跟我們講一下 好啊 Exchange那方面 聯合書院有一個挺有名的活動 挺有名的program 就叫賣進地球村系列 那賣轉地球村計劃呢 就有分短期和長期 就有跟不同大學交流 例如澳洲南澳大學 啊 芬蘭奧倫大學等等 那當中最吸引 我想同學最關心的就是 因為我們聯合書院的 特色教育課程呢 是要同學在final year做final year project 嗯 即是我們簡稱的FIP FIP 對 當中有兩個program 如果同學參加了 是可以豁免做FIP的 那我想這些都是同學最關心的 即是去了Exchange 就不用搞FIP了 對 那如果其他同學呢 有聽開其他書院的介紹呢 都會知道FIP 即是這個final year project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就是因為你不做呢 或者肥了老呢 是你不成功的 在書院裡面分不了業 對 在書院裡面分不了業 即是你不停地做 又要很麻煩很多事搞的 那大家遲些就會知道 那我們就講完這個 經濟上面那個安排 那我就 有些同學仔 選入書院 都會從另一個方面想的 就是看一下書院玩不玩得起 那我就知道聯合 即作為一個聯合人 那我就知道聯合書院 有兩大活動 一個就是院慶 一個就是聯唱 那其實跟其他書院都 即是其他大傳統的四大書院 都會有的 那他們有什麼特別呢 不如跟我們講一下院慶先 院慶就是書院 是不是慶祝 對 即是書院的 Birthday Birthday 那不如就是我講一下 那因為我想 我自己在year1的時候 都有參與院慶的每個活動 我自己就是書全部的報員 哇 失覺了 不是不是 是報員 對 那我玩得很開心 那大約簡介一下 院慶是什麼 其實聯合書院的院慶 就有幾個不同的活動組成 包括開幕禮 聯合起跑 千人宴 大立地 裝具主題遊戲等等 那這幾個活動全部都很開心 那我簡單介紹一些比較突出的 那就是千人宴 那千人宴 我們就會很多人一起吃飯 那上年是放到整個湯石 湯蟲都很熱 有參加 對 還請了蓮絲雅 湯蟲 那些做嘉賓 那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一起吃飯菜 那 那 大大地呢 就有 就是同學會 同學會搞攤位 那樣 然後又會邀請其他外地的團體來 來搞攤位 那 那 那 我反而想說一下聯合起跑 嗯 對 因為我上年都有參加到聯合起跑 那 那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 贏就贏不了 哈哈 那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 它可以加三分的PE分 對 這個 這個 雖然這件事是我當初想參加的初衷 那 結果玩下去也挺好玩的 那 它是由湯石就開始 到喬巴路跑到恆生樓 然後再跑回上來 全程都 挺遠下的 那 那玩這個聯合起跑 不單是強身健體 跟一班朋友一起跑 大家一起有講有笑 嗯 是 都挺好玩的 那 而聯唱那方面呢 聯唱 那據我所知 聯唱就是 簡單點來說 就是聯合宣的那場比賽 那樣 是不是只是聯合宣的人 才可以玩得聯唱 其實 一般來說 都是聯合宣的人才會參加 因為每個學院都有不同自己學院的歌唱比賽 就是 我們通常都會說 歡迎回聯合宣的人參加 嗯 聯唱 通常都是在 十二月到一月那段時間 就會搞的 那有分 有初賽 有決賽 我們還會邀請 每年都邀請不同的嘉賓 譬如說 今年 今年就請了多國燕 是的 哦 爸爸 剛剛補充一點點 那就是 是否一定要UC的同學才可以參加呢 那 其實個人 賽那裏就是 那 但是 至於合唱那部分 就至少有一位UC的同學才可以 其實除了 遠慶和聯唱 還有 我們還有一個活動 就是和運動有關的 就是遠獎盃 嗯 那每年這個活動都 每個社堂的人都會參加 也都鼓勵說 各自的同學都可以參加 就是各別的同學 那 遠獎盃有很多一樣競技比賽 有足球、籃球 還有羽毛球 類似這樣的競技比賽 那 每個社堂都很盡力去爭取 說 冠軍 因為這件事和他們的社堂 大家都非常爭勝 有關 是啊 氣氛當時很熱烈 我記得那時候 我好像是在 有一場是鬥Tennis 就是有個演唱盤 那我就見到 湯叔 白叔 那些拿著他們的縮旗 那些大旗 就在馬路好好蕩蕩 走過去那個UC的網球場 其實他們很重視這個比賽 除了在場 在場打的人之外 其他站在旁邊的人 都會很努力打氣 譬如你剛才所說 炸了旗 跟他們鼓舞他們 打氣 他們還有 參加這個比賽的人 都會很努力去準備 每年 在比賽之前 都會訓練很多次 譬如晚上 出來湯石 在那裡射球 練球 是啊 這個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 有住宿的 我曾經試過 我兩三點 由人民館 走回去 即行程 走回去 經過湯石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人 還在練習 排球 是兩三點 深夜的時候 嚇死了 那時候 我和我同學房間一起走 我以為 我自己不知道 看到些什麼 因為他們是 都頗為大聲 都頗好 小心不要被排球頂中 我會很認真練 我來很遠 不怕 中旅行的時候 是排球 足球 那些全部都一起 在湯石湯石 還在八叔隊出過停車場 練 很多人 是很虛紅的 好 我想問 除了活動之外 有學生 聯合宣的學生 可以享用聯合宣的 什麼特別設施呢 嗯 特別設施呢 那同學 首先我們有 U.C. Gym 就是聯合宣的體育館 那同學如果想打籃球 或者打羽毛球 都可以自己去 預約場地去打 那另外還有 我們有一個圖書館 叫胡拉 那胡拉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裡面 有很多電影的館廠 譬如說 除了電影之後 音樂都有 那同學可以借來聽 和在一起看電影都可以 是 胡拉有一個 LCD螢幕的電視 都可以大 那同學可以 從來在那裏看 一班朋友看都沒有 是 其實胡拉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很新的電影都會有 而且是不用錢去借 你也可以在那裏看 所以 都是一個 挺好的牌坑性地 一看電影 但是 不過 胡拉就是 其實不是聯合宣的學生 都可以用到去借的 那有沒有一些 其他 是在聯合宣院裏面的一些其他設施 很特別的 其他中大沒有的 我想 同學一定聽過 師緣館 這個 就 有個名叫 中大的酒吧 這個是 聯合宣院特有的一個特色 所以 同學就可以進去 好像 平時酒吧 那樣 或者一班朋友 訂一個場 一班朋友開派對 因為派對那個位 就會有一個舞台 這樣的平台 如果是隔壁的同學 都可以說 拿著工具 拿著鼓 上去隔壁 也都可以 我經常去那裏 去那裏喝酒 都見到 有外國人 你經常去那裏喝酒 有外國人 對 都不少 有外國人 可能兩三個朋友 約在一起 經常打杯啤酒 聊天 聊到晚上 那大他收幾點鐘 他就收11點 我也想他現場 對 通常我們聯合人 講開 思緣館就是有這個問題 雖然是有個巴 但他收得好位死準 都鼓勵同學 早睡早起 那他會不會有一些 學生休息室 或者 例如剛剛說的 Band房 就是有Band 那會不會有Band房 排舞室 或者可能我們有些 酒毒 那些同學可以揭腳的地方 那我們都有這些 這些的室 這些是場地 我們就在這個 張竹山師室 康樂大樓裡面 有一個地方叫 張竹山師室 教學 康樂大樓 康樂大樓 你記名很厲害 你記名 很厲害 就是那個類似 U.C.刀樓上 對 U.C. Gym Hub 合併了那裡 那裡 那裡 裡面就有一個地方 就叫 學生活動中心 我們簡稱就叫 學休 很多同學就會 訂到那裡 來做一些其他活動 例如可以在裡面做什麼 開派對都可以 裡面 因為都很大 那裡 打通了幾間房 通常都在裡面開派對 那裡 就可以給不同 還有不同的掃教 不同的活動 例如之前的 合併那邊 就很喜歡 預約來練習 那裡 都OK 另外我們還有鏡房 還有大鏡房 還有一塊很大的鏡 相信很多同學都知道 因為排舞那些 經常都會來預約 或者有其他歌場比賽 都會來預約 如果大家想用這些地方 就趁早跟學生會預約 因為這場所很搶手 要不要錢 不用 不用的 只要我是UC學生 我就可以用的 其實不是UC學生 都預約到那些場地 因為都希望不同的人 都享用到這個場地 所以都挺搶手的 這個場地 特別是大鏡房 我見其實24小時 沒有24小時 即日頭基本上都是一天爆的 明白 那補充一下 預約這兩個場地 就要跟我們學生會預約 我們學生會房的位置 就比較隱蔽 在這裡提一提大家 你知不知道在哪裏 我記得好像是樓梯底的位置 對 就在樓梯底 這個 追上師生康 大樓那條 有條樓梯 不是UC學生那邊 另一邊近湖 那邊的樓梯下面 可能有些同學不知道 我明白 明白 講完硬件那方面的配套 我想問一問軟件 剛剛我們都講過 其實聯合書院 就很著重我們學生的全人發展 所以我知道它在書院通識那方面 都好像其他傳統書院 或者新書院那樣 都會有一定的要求 尤其是第一年那些 即是Freshman 我們一年級生 進來聯合書院的話 我們在書通要求那方面 有些甚麼特別的要注意的地方 聯合書院通識教育 就要求每個同學 在每個坊都要 取三次的Assembly Assembly的內容就很多元化 Assembly就是書院聚會 是的 其實是幾多元化的 譬如說有舞蹈 可能有些認真一點的話題 還有有些可能 比較娛樂性一點的講座 有講者來講 譬如說一些IT的東西 其實的話題都沒有一個特別的方向 都著重不同的東西都講一講 讓同學自由地 read不同的Assembly 他們喜歡聽的題目 明白 那書通那方面 即那個叫甚麼 我記得好像Year One Same One 是要take a crash 書通的 我想你就是在講 Genius 1001 那個 course 那就是Year One的Freshman 一定要在Same One 讀的 這個 course 我簡介一下 好 我們要讀不同的內容 內容很包羅萬有 上次天文地 下次學生校園的心理發展 所以我也要帶一聽一下 這樣 那完了就要做一份 paper 和一個MC的exam 那講書通的那方面 除了Year One的那個 GUC 1001的 course 以外呢 我們Year Three的時候 都要做回 或者同學Final Year的時候 因為現在有Double cohort的人 那就未必是Year Three的 就要做回這個Final Year Project 就是我之前提到的FYP 那 就是這樣 嗯 明白 那剛剛呢 就講開一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 的U... G...U... G...U... G...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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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在這波拿到A-Mine的... 的... Bruce呢 就跟我看 原來是兩crack 不是一crack 那大家跟我兒子要注意 那我覺得很厲害 拿到A-Mine 那我知道呢 書通好像 好像考的方式 是MC之後作編文 其實都幾簡單的 我都覺得 那但是我又想 講一些Assembly的東西 那... 即我作為一個UC人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建議 就是UC呢 其實相比起其他書院的Assembly 是沒有那麼精彩的 我自己覺得 不知你們怎麼看呢 Assembly 因為剛才我都講過了 它是很多元化 其實我們都 都盡量找一些吸引大的 topic 可能同學大家喜好的東西不同 還有大家想看到的東西都不同 那... 其實我都盡量都融合同學的喜好 那我建議同學都看回自己喜歡 去什麼Assembly 喜歡看什麼 topic 才認真去Rack 這樣會融合自己的口味 會好些 那去年我記得都有一些很精彩的 例如請到一個... 是不是現代舞術... 舞... 就是Dancing... Dancing Society 那些... 就是外面的舞團 進來表演 還有最深的就是請到王維基先生 和我們的書院院長 關海先生 是啦 他們兩個的針鋒相對 我可以認為都挺好的 所以其實Assembly那方面 大家和我都要留意一下 在大學本部望上去聯合新亞書院 你會見到有兩座水塔 其實是以前為了解決供水問題而起的 新亞水塔線條剛強 有名君子塔 聯合水塔線條柔和 所以又叫做熟女塔 君子塔和熟女塔搖搖對望 其實都挺浪漫的 哇 早安啊 六婆 嘩 明仔啊 一唔解救 朝朝五點幾 都見到你在街上這麼早出來的 唉 沒辦法了 我要回中大上學 回八點半 但沒有宿舍住 唉 每天早就要這麼早出門後了 唉呀 你真是沒有陰工的 那時候啊 叫了你聽 最近要熟眼咯 又不聽 唉呀 活該你死的 唉 唉 每個個同學都有聽 搞到我現在這樣 最緊要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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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都沒有呢 不如我講一下 那聯合書院的宿 宿位其實都挺多的 有1286個宿位 嘩 只割了個數 是的 其實都是佔了所有全部學生的四成 就是說有四成的學生都可以享受到這個宿舍的生活 嗯 可能因為就上這雙數 通學 通學多了 所以就可能住宿的百分比就少了 嗯 基本上同學都可以有一半的同學可以有住宿的 可以住到宿 嗯 那住宿那裡 最多宿位當然要數湯宿 嗯 那在這裡我也想介紹一下湯宿的 因為我都是 小弟都是住湯宿的 湯宿的全名就是 湯若望宿舍 是的 嗯 湯宿其實是UC歷史最悠久的宿舍 但是可能同學進去後覺得它很新 因為它在近幾年都翻新過 那就會變成了 現在搖身一變 就變成了UC最新的宿舍 是的 那湯宿也挺大的 它是有五層的 但是五層每一層都有很多間房的 它特色就是每一間房都是三人房來的 那三人房就夠三個人住有特 同學中間有很多空的位置 大家想做什麼活動都可以 哈哈哈哈 這些我就不說了 哈哈哈哈 是的 那湯宿人多 那因為他人多在很多競技的比賽 是的 譬如說水運會、陸運會和院長輩 他都以人多勢眾來拿分 這個是真的 是的 活動方面呢 我在我住宿的期間 我都有參加過 譬如說很出名的月食 那和阿可應該不知道什麼叫月食 那月食就是 每個月都有一次大食會 這樣叫月食 是的 我想形容一下 我記得通常都是九點到十點的 對 那宿生會就會準備了很多食物 有意粉 有雞串 有春捲 芝士火腿捲 那樣 準備了很豐富的食物 芝士火腿捲是NA的 你們是UC人 哈哈哈哈 這些校房這些東西 哈哈 那就會準備了很多食物 那就會放在湯糕裡面 就是喝東西吃的 那上下 那同學就會拿著兜 在湯糕那裏 外面排隊 因為 那宿生會會鎖著門的 就開 夠鐘才開門的 我知道有人流措施的 對 很開心 不過這些 其他糕其實都會有的 例如沉村裡面 那值得一提就是 湯叔就是 有 就是大學裡面 有教堂 給天主教同學 進行煮入黎薩的一個宿舍 還有湯叔另外一個 因為我入過一次 那次就是進去捐血的 那有一個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中間有一個中庭 類似四合院 中間有一個草地仔 我覺得那個環境很美的 就是你在說湯康的位置 是啊 其實所有很多的活動 都是在湯康裡搞的 如果同學有空的話 都可以來湯康 玩一下 享受一下夜間的寫堂生活 夜間 那你有沒有住宿啊 我也有 我住陳叔 陳叔 我也是住陳叔的 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 那好吧 那我可以介紹一下陳叔 其實陳叔呢 全名是 全鎮 全名是 全名是陳鎮下宿寫 是的 那陳叔呢 我想大家如果進來 進來的話 對陳叔的印象應該都不錯 因為一進來就會覺得 很新淨 很漂亮 全都白色 裝修得很好 那因為陳叔是04年才落成 所以其實都比較新淨 嗯 如果不算翻新了的湯康 陳叔是最新的宿舍 第2新的宿舍 最新 好了不要緊 然後那 首先 陳叔 我先簡介一下陳叔的活動 那宿舍會那方面 糖水會 hi table 那些 大家都會有的 那 都搞得不錯的 陳叔的宿舍會 嗯 另外我們陳叔還有secret angel 陳層鬥 陳層鬥這件事是比較特別的 陳層鬥就是陳層的人 以陳做單位 舉行一些不同的比賽 那去年玩得比較激烈的 就是一場三國殺比賽 哦 是啊 好可愛啊 我第一次聽到是 有一個競技比賽 以三國殺 來做為一個競技的項目 無論男女都參加 以我所知 是啊有女生都參加 真的很恐怖 我還要看到 是在他們 因為八樓 是不是八樓 是不是common area 是是是 他們在練 他們晚上在練三國殺 可以看出他們很重視這個比賽 對 真的很厲害 然後一場都可以打了很久 就是這些比較有特色的活動 除了特色活動之外 講一下這個交通方面 陳層鬥算是地理位置最優軟 對 真的很優軟 對 首先他很接近和聲 很勤身 對 他一出去就會見到一個校巴站 對 非常之方便 對 另外再遠一點 如果走到聯合書院的校巴站 其實都非常之近 所以 位置上 住宿上都很 他是聯合書院和和聲書院中間的很重要的橋樑 對 所以如果住陳叔的人 你可以選擇去UC頸吃飯 或者去和聲頸吃飯 都十分之近 而他們的位置又未至於 我覺得他的位置 又未去到最旺的位置 不是最多人去到那個位置 他零零碩碩自己 副了一副出來 對 但是又未至於衡生樓這樣偏僻的 衡生樓就真的很偏僻 不如我們講一下衡生樓 這個真是 我想聯合人 一間很特別的宿舍 不如Bruce跟我們講一下衡生樓 好 其實衡生樓真的很特別 因為現在我都是住衡生樓 叔叔 其實通常 叔叔都是住衡生樓的 是的 那衡生樓的特色 我這樣找你上來 即是對 衡生樓的特色就是運動很厲害 因為其實每年的很多競技比賽 都是他們拿冠軍 還有通常推薦 戰縮的人都是運動員 即是SPE的人 所以他們運動特別厲害 還有衡生樓機其實玩得很瘋 我剛剛住入衡生才感受到他們 晚上是不眠不休的不夜城 是的 晚上是玩得很瘋的 真的 還有如果你洗澡的時候 如果沒有戴衣 其實你就不用走出來 其實因為他們真的玩得很瘋 就是在宿舍裡面 還有如果你洗衣服的時候 不放一個籃子 你的衣服就可能要在地上去見 嘩 這次 其實我聽聞過 因為我和恆生樓也有段淵源 話說我 year one sam one 的時候是沒有縮的 那我就 得到這個恆生樓的庇護 進去 成長了一段時間 所以呢 其實恆生樓 可以說是中大最自由的 是其中一個宿舍之一 那大家各位先生 你進來選恆生樓 選聯合書院 住宿再選恆生樓 你就會明白我們說什麼 你要補充一點 是 補充一點 其實恆生樓有一個很特色的活動 就是酒會 那酒會 其實我們UC那麼多宿舍 只有恆生才有 就是有一天晚上 宿生會就會準備了很多的酒 各式各樣的酒 那大家通常晚上都要喝到 醉了 躺在地上 嘩 都挺開心的 這件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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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心水清的 就知道聯合書院有四個宿舍 我們就說了其中三個 還有最後一間 就是白宿了 就是叫做 全名叫做 白利行宿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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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宿呢 我想說一說 他是 剛剛 恆生樓就是最自由的宿舍 而白宿就被人號稱是聯合最接的宿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名字呢 因為我猜 就是因為白宿裡面住的內地生比較多 可能他們晚上就比較早睡 迎合他們的需要 是的 所以白宿就可能會 宿舍就玩的時間就可能偏向日頭 晚上就通常都不會說很吵 都會怕吵到各個人休息 還有他經常說 有一個口頭善就是 動靜佳儀 哈哈 是的 其實他的提倡很正的 所以都希望自己的宿舍 動靜佳儀 但提倡正 哈哈 哈哈 所以可能被人的印象就可能正了少少 嗯 但是白宿自己其實都不錯 因為他們重點售的就是溫馨和人情味 所以其實內部的關係都不錯 還有白宿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有一間宿舍有單人房 如果那位同學想 appride單人房 享受私人空間的話 而有afford得起的話 是的 那就不妨選一下白宿吧 我的印象當中 我記得白宿很特別 因為我試過採訪的時候 有一次白宿 他是一個開放式廚房 嗯嗯 其他一宿是不是不是的 嗯 其實我們 陳宿不是啦 白宿和偷宿都是 偷宿的pantry 我想我們可以在這裡介紹一下 其實那個pantry就是 大家一看到就會 嘩這樣 就是因為他是 偷宿有分男人和女人 不是 沒有分男人和女人 但他一層樓分了男人一邊 和女人一邊 然後pantry就是中間 那他那個開放式廚房 就真的 挺漂亮的 那大家就可以 有時間 如果懂人煮湯 就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那我也不太懂得 怎麼介紹 我記得 我記得好像是大到可以 擺一張飯桌 在這裡有gathering吃飯的 那Bruce你想說什麼呢 其實那個廚房 我看到很多是組聚 裝聚的聖地 因為通常都是大家 買了一些菜 一起去到煮 煮飯仔 然後煮完就 有張大桌 一起吃一起聊天 其實看見都挺開心的 如果以我自己的講 我最喜歡的就是 其實是白宿的 因為他的地理位置 其實他跟湯叔很近 而且他近身雅那邊 我可以在身雅上床 其實一條程度就OK 而且裡面的裝環 我覺得 在這麼多間宿舍裡面 我覺得是最熱的 他那種色調 因為它是有一點 它是wooden tone的感覺 就是黃黃的 是不是 木一點 對 我挺喜歡那種感覺 還有走過 看到他們自己 那些人在玩 冰箱幫 是呀 是呀 他們樓下那裡 有個 即是他們是玻璃牆 他們樓下的Lobby 就很喜歡 放了一張冰箱桌 而我是經常 晚上經過陳叔的時候 都會見到保安叔叔 和同學 融為一體 不是融為一體 是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打冰箱桌 其實都挺開心的 其實白叔雖然剩下 但其實活動都挺豐富的 嗯 他說最出名的 有白人宴 那白人宴 他就會在湯石 搭了一個舞台 就會有同學上去 表演唱歌 跳舞 下面就會放到幾圍桌 大家一起吃飯 他說玩得挺開心 這個活動 嗯 那是啦 所以就在這裡 提醒一些同學 那你們就應該 因應你們的需要 那就可以看看自己想進什麼宿舍 因為我們其實聯合書院很多不同的宿舍 真的有得玩的就好玩 就是小小折吧 輕微地折的都會有的 那如果同學仔想知道 究竟那些宿舍的樣子是怎樣的 都可以上我們聯合書院的網站裡面 是有些相片給你們看的 那還有提一提 就是每一個 其實我們每一個聯合書院的學生 都可以最少在收業期間 獲得住宿一年的時間 是的 所以這個都挺好的 那好了 講完住宿了 那我就想講一下一些交通 和環境的方面 其實聯合書院的交通算不算方便呢 其實聯合書院交通都算OK的 因為它校巴 其實校巴就有2號和4號都上去聯合書院 還有如果大家打算去本部上課的話 譬如說LSK 即李少基大樓 還有M德 都可以走下去都很快 都5分鐘左右就OK的了 是的 還有其實最重要就是駱山那個站 因為我們聯合書院有兩個巴士站 一個上山巴士站 一個駱山巴士站 駱山巴士站 其實根本是甚麼巴士都會經過 所以其實都很方便很快 比起一些S字頭的書院來說 我們是絕對很方便的 但我想注重說那個環境 其實聯合書院的環境都不錯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呢 聯合書院其實一看下去 就會覺得有很多樹木 因為一走到聯合書院 就會看到一些大片草地 我們叫做湯草 因為是湯叔前面的草地 所以叫做湯草 看下去其實都很令人心抗神疑 不過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草地多 樹木多 就會有些多蚊 所以大家都希望做了防蚊的措施 在上面活動和野餐都OK的 是呀 通常是很多gathering的人 都會在湯叔或者湯草 湯草或者胡草 就是胡拉 對出那片草地那裡野餐 因為真的聽聞 聯合書院的草地是貴的 是在荷蘭通運過來的草地 所以大家如果入到 無論入不入到聯合書院 只要你入到中大都過來踩一下 都很好 讓我試試這個荷蘭通運過來的草地 荷蘭草 其實我也喜歡聯合書院的環境 就是因為 一來他剛剛在山腰 因為山頂上面還有生牙 他剛剛在山中間 地理位置很好 就是有很多車道 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 他在山中間 因為他不會像本部一樣 平時那麼多人 因為我很怕譬如本部 聯合那些 不是 Sorry 本部崇基那些地方 因為人山腳那些地方 就是很多人的平時 但是UC平時 即使是上課的日子 都不是十分多人的 都OK的 我想星期日就會更多人 因為平時星期日 都有很多小朋友 可能中學生還是小學生 都會上來那裏參觀 玩 而且我也想介紹一下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叫青蛙池 哦 這個真的不行 因為如果你一乘巴士 進來看見我們聯合書院的石碑 也不是叫石碑 即是那個石碑 你走過去你就會聽到 陣陣很大聲的瀑布聲 你就會知道你自己是身處的青蛙池 其實青蛙池晚上真的有青蛙 真的有青蛙人 是有很多青蛙人在那裏叫的 真的有青蛙人 好害怕的 也很明白 是的 據聞青蛙池就是閘 然後輸入所有髒東西 一身的地方 所以每逢街折 譬如說上莊 城莊 我想大家都會一常青蛙池的Dream 是的 他們很喜歡扔人進去青蛙池 真的很髒 我說青蛙池 後面有一座很漂亮的建築 就是聯合水塔 是的 就是聯合水塔 我忘記聯合水塔 應該那個叫熟女塔 是嗎 是的 那是熟女塔 熟女塔就是 因為以前供水問題 我們就建了兩個水塔 一個分別是聯合 一個分別是新雅那邊 我們聯合書院就有一個 那個就叫熟女塔 我記得之前開放過的 好像校慶45周年 還是50周年 我都不記得 其實每年都會開放一次 就會給同學上去水塔 還有另一個就是UC4 就會上去參觀 因為我上次就有東西做錯了 其實我也很想說下一年都上去參觀一下 就可以去到水塔的頂 是的 很漂亮 在最高的地方 全中大的景色 真的很漂亮 剛剛P也跟我們說過 Bruce P也跟我們說過 有另一個東西叫做UC4 其實UC4 我想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因為我想在中大本部 一看就看到一個很大 類似高爾夫球 因為我以前小事不識事 我第一次來中大 看到這麼大的球 我以為真是高爾夫球場那些 就是那些 Landmark那些 是的 那其實UC4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經常都有人跟我說 會擔心UC4打風的時候 被風打流利 我就跟他說不用擔心 其實UC4的功用是用來測天文的 所以他就承受到很強的台風 暴雨的洗禮 他真的用來測天文的 打風那些他都要負責 就是天象消息 可能在那裡搜集 我記得好像那棟東西叫甚麼 叫 記不記得 是不是有天璣計算室 天璣計算室 天璣計算室 那個是不是跟不關事 那個就跟不關事 那個就跟不關事 天璣計算室在湖拉裡面 其實有一個電腦很緊 但只是給UC同學用 嗯 說回這個UC波 我聽聞很多人都夜遊UC波 是啊 哈哈 這件事就 就是進來聯合室 不要說到這麼大聲 這件事 我想大家同學可能晚上 都會想著 整班朋友約在一起 看星星 看星星 然後搭一些汽水 飲品上去 一起聊到早上 看日出 這個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對 那至於怎樣上去呢 如果大家進來聯合室 玩大屋 你們的早伯媽應該會教你們的 哈哈 我想問 聯合室院 就有四個宿舍 那萬一我這麼不幸 沒有宿舍 那我做一個很慘的就讀生 那我是不是很少 書院活動可以玩到呢 又或者有什麼 有沒有其他東西 可以照顧到我們 這些就讀生呢 對 聯合室院除了四個宿舍之外 我們還有兩個就讀社堂 那就是 丙薰堂和百傳堂 他們兩個分別都是 張竹山私生康落 帶來一間數房 那我先說了百傳 那他們兩個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可以給不同的同學參與 那例如 百傳堂就是同學在空餘的時間 可以上來讀一下台波 拍電視啊 那比薰堂也有這些類似的電視 那就是給同學參加不同的活動 那另外呢 他們都 因為剛剛提到軟醬杯那些 其實都有給不同的社堂參加 那其實社堂都會找回一些走道的同學 來參與這些活動 所以其實走道的同學在UC 都有很精彩的社堂生活 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有一間 有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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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間是有PS3 可以給同學有空的時候來玩一下 有很多 我記得我上過一次的 有汽水機 裡面有 有足球機的 對 就是那些拿著個人拼拼下那些 還有好像有一個 有層層碟的Uno 都是一個很好消磨時間的地方 還有一個組聚的好地方 那好了 你們兩個作為這個 我們聯合書院的 我叫龍頭 就是學生會帶領我們聯合書院 其實可不可以幫我們 很簡單地略說一下 書院的氣氛其實是很不好的呢 就是它進來之後 其實聯合書院 它的特色在於它比較溫馨 因為由一開始 它有五間的書院組成 我們進去基本體現到一種 自由和融洽的一種氣氛 還有聯合書院 其實我一開始都在找聯合書院 究竟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慢慢我就會發現 原來聯合書院的特色在於 它有香港的本土精神 務實和創新 那雖然慢慢就會感受到 原來你不是不發覺到這種精神 其實這種精神是你太熟悉了 所以覺得回到家裡一樣 就好像生活在這裏 就好像生活在這裏 就好像自己在家一樣 就好像平時那樣 上學讀書和玩 很享受在其中 因為說到創新那方面 作為一個 就是關心 我也挺關心這方面的 其實我又見到 其實UC 之前也有一個scholarship 類似一個 那些贊助計劃 是給同學創業的 大家都挺鼓勵這件事 所以大家如果是 有興趣的 對於創意工業這方面 都可以看一看 其實UC 都會有相關的資源去支持你的 那我想問 如果我真的選了UC 我修生那方面 有沒有條件 有沒有特別要求我去做 有什麼interview 那些事 其實就不用的 因為其實都是 排回你自己的choice 之後就 大學就有一個輪選的機制 就會安排你入 譬如說first choice 通常來說 都是first choice 就會比較高機 會入到你想入的書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條件 就 其實UC就沒有什麼 特別科目是UC獨有的 所以都不是說 是幾高要求的 嗯嗯 那最後 我們都問了 真是爸爸了 但我們有一件事 還未知的 不如我們一請 Bruce和雞雞 跟我們頂回聯合書院 就先說 真的要 開玩笑而已 我們簡單一點的 都是UC最強 作為UC人 其實隨時準備好 真的 就算了 現在 我怕你搞到 沒有人敢入UC 不要緊的 我們這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但同學如果 真的對聯合書院 有更多想知的東西 可以上回我們 中大聯合書院的網 又或者可以透過我們聲雲的Facebook 去跟我們問 我們可以把相關的問題 Fore our Facebook 給阿雞雞和Bruce 他們就可以 學生會 那就更加清楚 可以回答我們的問題了 好 今天再一次 多謝Bruce 和阿雞雞 上來跟我們說 聯合書院 配了資料 跟我們說 聯合書院的歷史 多謝 多謝你們 多謝 如果同學 更想知道其他書院的話 那就要繼續留意我們 中大電台的 最重要是會選擇 好 拜拜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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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